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型男主厨郭主义 郭主义 郭主义塞 哇 嘿嘿 主厨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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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厨好 那个整个场面真的我出来吓到了 那么多人啊 哎呀 什么大场面您没见过啊 哇 这么大场面讲真的 那我们爱多美这边呢 代表这边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 来这边的 听到我们刚刚呢 我们贵宾那么精彩的演讲 讲真的 刚刚我在货台有偷听一下 多学一下 我跟你讲 那个都是很珍贵的语言 他的经历 我跟你讲 就算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都他这几十年来的精华 大家多听一下 我也多听了好几下了 是 主厨真的好棒啊 你看连这么优秀的五星级的大主厨 都在虚心的学习 我们能够不学习吗 不行 是的 那么紧接着呢 我们请教主厨喔 因为我们爱多美的316不锈钢锅啊 其实应该是业界非常非常顶级最棒的锅子 当然 我跟你讲 如果不好的锅子呢 我也不接受我来这边煮 为什么呢 不好的锅子我来做给大家做 吃干嘛 对不对 你说对不对 锅子好不好 好 我跟你讲 我在餐厅里面已经试过它了 我跟你讲 非常棒 而且呢 这个百年不坏的 我感觉百年不坏喔 为什么呢 因为非常的坚固 耐用 好刷洗 你根本都不用去处理它什么东西 什么要轻轻的不然会坏掉啊 什么尖锅的东西会刮会坏掉 通通不要 就照我们老方法来做就好了 是 那我想先替所有的会员伙伴 请教主厨一个问题 像这么棒的不锈钢锅 我们要怎么先开锅呢 哦 简单啦 一听三秒钟就会了 反正呢 锅子煮满水 煮沸腾大概八分钟 再把水倒掉 倒掉要立刻 等它余温的时候用清洁器下去刷洗 再把它擦干 好了吗 这样会不会 会不会 好简单喔 真的 原来是这么简单就可以开锅了 那这样接着就可以开始烹煮料理了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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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呢 还要等它天望月老 我想说 是不是还要把它养一下啊 然后先热个油啊 要养它长大吗 它不会长大了啊 是齁 长不大就这么大 对 但是呢 它好用就在这边 因为呢 简单的用 但是用心的下一做料理的话 都是最棒的 好不好 是 那另外再请问主厨 比如我们大家现在引领期盼的 因为看到锅子这里已经在烹煮了 对 想请教您今天带来什么样的大菜呢 等一下呢 我做三道料理 第一道呢 是公饱鲑鱼 哦 公饱鲑鱼 大家可能会想说 是不是鲑鱼下去炸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今天鲑鱼就整片下去煎 大家到底你们在家里面呢 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煎的时候会不会拔锅啊 对不对 对 很多遇到这种问题对不对 今天呢 你们就照着锅局塞的做法来做 在家里面呢 都万无一失 你在家里有没有做菜 我有做菜啊 有做菜啊 真的吗 大声一点 真的 我有做菜啦 哦 好好好 可是我想请问主厨 对 因为其实哦 大家最害怕的就是说 哎 锅子扒锅怎么办 扒锅 比如说你煮好的时候呢 锅子扒锅 粘住了对不对 对 要洗的方法是不是 怎么洗 哦 没讲 扒锅的时候呢 记住 各位 假如说真的 扒锅的话 你不要急着去铲它 让它开小火 慢慢底下交化一下 我再慢慢铲 比较不会扒 因为既然已经扒了嘛 就这样子 但是呢 万一扒锅 然后呢 你在洗的时候呢 又是结成一块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不用担心 挤得起来了 因为呢 它让你弄不好耶 哦 就是呢 水再把它注码下去 对 然后呢 把火打开 打开 让它煮沸一下 直接倒掉 再用清洁剂 等它有余温的时候 注意 不要等它冷的时候再刷洗 哦 这是秘诀 黑掉 黑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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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黑痕的话 你就等它热热的时候再刷的话 又比较好刷 然后刷的跟这个一样 干干净净的 好不好 就会跟新的一样吗 对啊 哦 大家都学会了吗 对 对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棒的蔬果蓝盘清洁液 无毒的 食品级的 可以直接清洗 真的哦 对 对我知道产品非常的多啊 是啊 就下面那一瓶 各位尽量挑选 哪一瓶哪一瓶 右边那一瓶是 右边那一瓶 是洗衣乳 不可以用洗衣乳洗 洗衣乳 对 现在它也是纯天然的 真的啊 对 环保污染 好 你等一下回去 你要表示让我回去刷刷看 没问题 真的那讲的 您要把它弄烧焦吗 会 我会注意 我会把它弄烧焦 试试看 那因为呢很多东西很多食材 我就是会在家里先把它试用一下 然后呢介绍给各位 同样的我相信在场的各位朋友 你们介绍给朋友的话 也自己试用过的 好用才给大家用 对不对 对 就是有这么信心 好用的就是介绍给朋友 周围的朋友 所以说还有今天大家 这么优秀的人都坐在这边 分享嘛 这个就分享 我今天也是来分享 好不好 那紧接着就请您来分享如何 如何建议到非常特别的公保鲑鱼 好 那公保鲑鱼呢 这边鲑鱼呢 我们买回来的时候呢 大家都很方便 在市场 在超市 都有切好的鲑鱼 切好的鲑鱼 因为它本身有水分 对不对 我们先把水分把它擦一擦 来 那擦水分呢是要干嘛 你知道吗 你说我以为做菜我要烤你的 来 为什么 烤我耶 好紧张喔 为什么要把它擦干一下 欸 才不会跳出来 也对 为什么 什么东西会跳出来 水吗 油对不对 会油爆 它会跳出来 会噴你的脸对不对 对 对 那现在我现在已经怎样呢 是 这边锅子我刚刚已经开火了 对不对 但假如说别的锅子 敢不敢像这样子一直开着 不行啊 因为会怎样 会焦掉 会砸起来 有个台子不好的话 会怎样呢 中间会怎样 会有点凸出来 但是这这么好的锅子 我就尽量试给大家看 因为这个锅子呢 我们都知道不锈钢的一定要 是什么 为了 不是要沾锅的话一定要 热锅热油 只要注意这一道 热锅热油再来放蛋 热锅热油 它就不会扒锅 是 好不好我把它烧一下 那这边呢 我们撒一点面粉进来 来 撒一点面粉 这边是面粉 直接呢 撒一点 因为为什么要撒面粉 因为呢 要让它的表皮尖的 它才不会跳出来 蛤 不是跳出来 是会煎得更香 哦 煎得更香哦 来 再撒进来 是 然后抹一下 但是不要抹太多啦 我们最主要让它香味 有没有 它呈现出来 就好像我们那个 那个铁板烧有没有 你常常看到没有 要煎鱼一定都撒上什么 面粉 哦 撒上去的那一层就是面粉啊 对 不是太白粉吗 哎 面粉的话它比较会香 太白粉比较软性 比较会黏 哦 记住哦 记住哦 不可以用太白粉哦 原来我之前就是用了太白粉 在这边呢有 红黄椒 这是在咖式的 咖式的 咖式你听懂吗 诶 让它颜色更美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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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哦 有啦 你说台语我也听懂 听懂 听懂就好 我也要讲 好 再来呢我们把它切成小块状 是 很多我们在烹饪方面的话 就是这样 你要先把食材把它准备好 才不会手忙脚乱的 是 像我呢 在厂里面呢 五分钟一道菜 八分两道菜 一定要先把它准备好 我才赶上去 五分钟一道菜 这真的是不简单诶 各位有五分钟一道菜过吗 我只有 我可以诶 诶 你可以 煎那个葱花蛋 荷包蛋 好 等一下就可以煎荷包蛋 但是只能煎一个 两个 也行啦 也行啦 好 那现在 一样的我们把它切成小粒 小粒状 因为等一下呢 我们公保鲑鱼 它煎出来我们这个是要把它炒一炒 放在上面的 这样简单 你看这么近看我 在做菜 有没有很简单 很简单 看起来好简单 在家里会切吧 会啊 那锅子怎么使用 哇 已经烧非常久了 在旁边我都感受到热度了 好 那现在你手下感温看看 你不要整个摸进去 不行 不行 感温就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了吗 这样应该可以了 这么热的 很烫耶 有没有烧很久 但是很久了 很久了 好 我再多话一下 多讲一点话 让它继续烧 为什么呢 我曾经有一个经验 我在家里呢 还好 我有买到比较好的汤锅回家 是 那呢 早上起来 因为要烧开水 然后呢 喜欢去做 下去烧水 然后呢 可能年纪大了 然后呢 记忆力有点差了 忘记去把它关掉 要吃鱼油 我要 我跟你讲 鱼油喔 真的假的 对 爱多美鱼油啊 好好好 爱多美油 好 来 我现在再吃这个锅子啦 是 再来呢 我去上班 八九个小时才回到家里面 哇 既然你们知道吗 那个锅子 假如说 不好的锅子一定会怎样 烧红了 烧累了 破掉了 整个烧起来 但是我那个锅子呢 还是怎样 还是在那边烧 而且呢 一货纸就像这么厚喔 然后呢 它就只有在那边烧 红而已 不会黑掉 你看 好神奇喔 用这个好的锅子 就这么好用 原来锅主厨 已经先帮我们试验过了 他精得起考验 哈哈哈 但是千万不要这样烧喔 对啊 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在家里 故意这样烧喔 记得要吃鱼油 我在这边只是讲给你说 我不小心而已喔 因为机力比较衰退一点 但是呢 机力衰退的话 没关系 多吃一下鱼 增加机力 好不好 好的 好 再呢 到这么久要不要了 可以了吗 很久了 可以了吧 跟你讲 来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怎样 哇 锅子完好如初亮晶晶 没有任何烧焦的情况 这样坚固 好不好 好 好 真的好的锅子对不对 对 赶快母亲也快到了 买回家送给母亲 好不好 但先生呢 要不要买给送给太太 我觉得这样母亲好辛苦喔 好喔 你们真的是劳碌命啊 哈哈哈 妈妈都劳碌 太太也没买给先生 我希望你在家里炒菜给我吃 好不好 好所以各位先生们 赶快跟锅主厨学好这几道菜 回家煮给老婆吃 好 记得把锅子带回家 好 热锅热油的时候呢 哎呦 来来 这么倒呢 它这个因为洞比较小 然后直接油 习惯是这样子倒的 来 然后油呢 就是烧热 再烧热一下 热锅子已经非常的热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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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直開著讓它一直冒煙 有沒有 那注意它有的溫度 因為這邊好像可以放一塊而已 你看喔 我現在稍微呢稍微抓住 但是有沒有 好像咬的對不對 來 因為呢它還沒焦化 我們先煎一塊好不好 好不好 蛤 阿甘不夠吃 有喔 這粒隔的 像剛才說的後來抓手 喔喔喔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有隔壁的 我得來 現在馬上衝起來 這樣沒辦法吃 這樣沒有 我也怕手 你也怕手 我怕人會沒說話啦 是喔我帶很怕 火開著以後呢 我們就是轉小火 然後呢直接呢就進來 把它蓋上 小火就可以了 因為呢我們這麼厚的 什麼鮭魚 所以說呢 一定要開小火 慢慢慢慢說話 你不能一下子開大火 我開大火會怎樣 外表燒焦了 但是裡面呢 是怎樣 還沒有熟 還沒熟 會記耶 那就是這樣 半熟熟 對 五分熟 對 五分熟 牛排可以這樣吃 魚不可以這樣吃喔 除非是它是生死條件的 好不好 其實偷偷告訴各位 我真的曾經煎出五分熟的魚 喔真的啦 好啦那就多看一下 是 還有呢來各位看喔 在家裡假如說你要煎魚頭 不知道更不沾的話 你可以怎樣 在底下撒一點鹽巴 撒一點鹽巴的魚放進來 它才不會怎樣呢 才不會扒鍋 因為鹽巴有顆粒狀 有沒有 對 有時候我們以前在煎魚頭就說 魚頭裡面先撒一點鹽巴 也一方面讓它有味道 一方面讓它不要扒鍋 那以前我也要在那裡扒鍋 先撒一點鹽巴以後來煎 鹽巴就會滑來滑去 可是不需要用粗鹽嗎 沒有啦沒有 用一般的鹽就可以了 一般的鹽就好了 而且你看喔 我們現在整個鍋子呢 我現在開小火 但是呢 它那個整個冒的程度 有多快 嗯 那個火已經 不是油已經完全的沸騰了 那你看喔 我現在裡面在吐雞啊 因為剛剛這邊沒有沾到油對不對 但是呢 有沒有扒過來鏡頭 有沒有看到 有喔 完全沒有耶 好 來我們偷看一下 這樣子 它都已經在滑動了 在滑動喔 來我們看一下 它的底部有沒有金黃色 然後金黃色呢 我們要清一下 讓它再蓋一下 那你看到我在手上拿這一支 是 是什麼木的 聽說 有人已經知道了 有沒有人講 對 有木的 非常高級的一支鍋鏟啦 媽媽媽啊 我家又沒有這個油木的名字 這樣簡單啦 我家有一個 簡單你都要送 不是啦 你送 我不會說話 沒有問題 你不會這支鍋 我就送你 買2.2的湯鍋 我家有一個鍋啦 沒關係 我家有一個鍋嗎 我也有 2.2的也可以 也有 3.3的也有 抱歉 你家的鍋子 我家都有了 這樣好不好 是不是 太優秀了 公司送給你 來我們翻面看看 來直接呢 就這樣子翻過來 然後就這樣你看 這樣就漂亮喔 哇 再打在那邊破壞好不好 掌聲鼓勵 完全的金黃補焦黑 我們現在這樣是不是很慢 在做料理對不對 還可以開工耶 對啊 多輕鬆啊 太舒適了 在家裡做貴婦對不對 像說做貴婦要不然去吃麵 對不對 好 那在這裡我們再調一個 工飽的醬汁出來 那工飽醬汁呢 我這邊會採用什麼呢 來 糖 等一下一小時進來 一小時就好了 再來 這個應該是醬油 對醬油 我很聰明嘛 來兩大使進來 您才不會分辨 那我們就完了 好 再來米酒 也是一大使進來 米酒 對 一大使 還有呢 番茄醬 咖式的 來 好 番茄醬 番茄醬 不是太過了 啊 工飽的料理一定要加番茄醬 番茄醬 對對對 因為醬油好像有點不夠 我來這邊偷介看看 來聞一下 醋嗎 醬油 還是醬油 對 還是醬油 因為醬油顏色一定要過 好 好 再來這邊還有醋 醋 對 醋 醋 一點進來 白醋 因為呢工飽的味道呢 是荔枝味 在我們川菜講的是荔枝味 胡辣荔枝味 什麼叫胡辣呢 就這乾辣椒煸炒出來的味道叫胡辣 米字盤古葉糊 荔枝味呢就好像我們在吃荔枝有沒有 吃到酸酸甜甜 你就往那方向去調就好了 酸甜酸甜這種感覺嗎 什麼東西 你不是說往那個酸酸甜甜的感覺 對 對 吃到酸甜甜甜 酸甜甜愛情的醋味很好 夫妻兩個人要享受一下 好 再來水給它兩匙進來 還有香油 香油 對 給它一小時進來 好 再來這邊還有薑末 薑末是氣氫提香的東西 給它一時進來 在太白粉我們就直接把它加在裡面 太白粉 對 太白粉呢我們就直接這樣子加進來 讓它等一下連抽撞出來 喔 再搁搁對不對 對 搁搁對 搁搁涼涼涼 對 沒有錯就像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已經調好這個味道 等一下就比較方便了 好 先放著 盤子 我需要盤子 我需要盤子 對 這個盤子 已經快好了 因為呢 我已經聞到什麼 香味 魚的香味了 魚的香味差不多多了 我已經聞到了 哇 哇 你看 你看看 你看看 這魚呢就像這樣子 我跟你說 就是像這樣 拿起來就好了 再來呢 魚 有熟到沒有熟 就像這樣子 來 直接呢 要用什麼 筷子 喔 對不對 戳下去 你看看 現在不會 但是呢 千萬不要戳在大骨頭上面 再怎麼戳也戳不進去 喔 記住喔 你在家裡 就算是煎全魚的話 也是一樣 這個我會 你會喔 你吃這樣也可以 好 再來呢 我現在煎一片啦 然後呢 你在家裡可以煎兩片 三片都可以 好不好 因為今天選的太大片了 哈哈哈哈 對 那這裡的油呢 我們就先把它倒出來 等一下 先把它倒出來 因為不要 因為鮭魚油也蠻多的 那剩一點油 我們把它留在這邊 留在這邊呢 我們幹嘛 要爆香用 留著爆香用 所以不浪費這個油 對啊 好 那再來呢 剛剛已經有這個鍋了 我們直接呢 就把這 這是什麼 乾辣椒 一定要用乾辣椒嗎 這個辣椒呢 因為呢 你公保外面就是乾辣 就是一片一片對不對 我把它剪成絲 因為比較好入口 它可以吃的 辣椒可以怎樣呢 人的新陳代謝會比較快一點 好不好 來就把它倒進來 好 終於到了啦 所以這時候是關火的情況嗎 對 那現在關火囉 現在有沒有在滾 有在燒開呢 來再來呢 把它開火 直接下去炒 炒製起來了 把它的乾辣椒的香味 完全把它炒出來 哇好香喔 有沒有聞到味道 各位有沒有聞到 各位那麼遠 怎麼可能聞到 我幫大家聞到 已經有嗆到的感覺 有嗆到齁 再來呢 要炒到它有點棕色的感覺 就好了 不要再繼續炒下去了 再來直接呢 就把這個 紅黃椒呢 直接呢加進來 來 喔齁 再咳嗽了齁 沒關係 太香 太嗆辣了 太嗆辣了 太嗆辣齁 再呢 炒完了之後呢 就直接呢 把我們的 師傅有練過 蛤 完全無敵 欸奇怪 我怎麼都不會 他都往我這裡飄 是齁 對 哇好香喔 不好意思喔 很香喔 各位親愛的家人夥伴們 我幫你們聞了 加一點點進來 加什麼 水 你要看 因為剛剛滾了 加了比較多對不對 對 是 現在水量加進來一點 好 嗯 現在已經好了喔 這樣你覺得怎麼樣 好 再來香油呢 我們在這邊呢 再加一點進來 好 好 直接呢 我們像這樣子就好了 我們就可以怎樣呢 把它盛盤了 這樣有快嗎 喔 很快對不對 嗯 然後呢 直接呢 就把它盛到上面的鮭魚這邊 哇 來我們等一下呢 為了拍照用 我們把它盛在這邊 旁邊 好香喔 而且 各位看看 這樣盛到菜裡就這樣完成了 你看 好美喔 好美喔 再來呢 來 我們呢 這個 撒一點 因為呢 吃工堡的東西 都一點花生對不對 對 撒一點花生進來 是 那蔥花呢 把它說實話 我們把它撒進來 那個整個香味出來 然後呢 蔥花也可以擺在裡面啊 那因為呢 現場我讓它 讓大家都可以看的 更精采一點 把它撒在上面 那整個 就完成了 各位 喜不喜歡 喜歡喔 熱烈掌聲 誰想要 欸 對啊 在家裡就這樣做 那在這邊呢 菜炒好了 我一般呢 我就喜歡怎樣呢 請大家起來吃 但是大家起來吃的話 我可能會 被各位掌洗 因為不夠吃 對啊 對啊 所以只要代表來吃一下就好 好 那今天呢 各位誰要吃 唉唷 不要這樣嘛 各位 因為呢 有點不公平耶 對啊 主廚難做人了 對 那沒關係 我建議你來選好了 壞人你來當 我當壞人喔 我就不會隔壁人啊 不行啦 我們 愛多美的 家人們這麼多 是 那怎麼辦 你當壞人比較沒關係 怎麼辦 你來邀請 我來邀請啊 對因為我也不敢先吃 唉這樣我就不大會得罪 我想一個辦法 嗯 我們請我們的大家長上來品嘗好不好 好 好不好 好 大家都沒有意見 你看我多聰明啊 你看 不愧是主廚 有厲害 好 等一下呢 另外兩道菜 一定會請下面的來賓上來吃的 好不好 聽到了嗎 聽到了嗎 有要認真聽的人才可以上來喔 好 來 請我們大家長好不好 歡迎我們的聚搜摩總經理 來試菜 好美喔 而且主廚太厲害了 在彈笑風聲中 輕輕鬆鬆 就把它料理好 而且好美 我們現在請總經理幫大家試試看 在這邊 待會要發表改言 這邊 底下 對 這邊有醬汁 對 然後夾起來 來 我乾脆我來夾了 來 總經理是不是太緊張了 好貼心啊 剛好那個快到吃飯的時間 吃飯的時間 吃飯的時間 那你會不會緊張 緊張 緊張喔 為什麼會緊張 他那個前面有那個很好的東西 所以緊張 應該是 不會啦 大家知道你是我們的大家長 你先吃 我們都會忍住 不會打你的 對 應該是我比較緊張吧 對不對 因為呢 你是害怕大家都會打你對不對 對 嘴巴我不是那麼大 劇總說他嘴巴不夠大怎麼辦 我們總經理還 嫌他自己嘴巴小欸 要不要餵你 來吧 總經理我們來吧 這是非常溫馨的一刻 雖然這不是媽媽 嘴巴很大 爸爸也很重要 好吃嗎 好吃 真的喔 會不會辣 不會 韓國人不怕辣 對啊 這不夠辣 你很辣 我不辣 大家都辣對不對 對 你看 我帥 我帥不帥 帥 總經理帥不帥 帥 好等一下你們有東西吃了 謝謝總經理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總經理 來來來來 幫我們試了第一道菜 對 好 真的 第二道菜來了 各位待會要更認真了 因為第二道菜 誰有機會 就看誰最認真 第二道菜是 第二道菜呢 我來做一道花雕燜雞好不好 花雕雞 對 花雕雞 沒有錯 太厲害 在家裡輕生的 用這一支鍋子呢 這麼漂亮 我跟你講 剛剛是炒鍋對不對 是 各位 看到這一支是什麼 湯鍋 湯鍋可不可以炒 你們比我還聰明喔 不錯喔 當然可以炒 為什麼不能炒 只要是鍋子都可以炒 只要是愛多美這邊的鍋子都可以炒 好不好 原來是這樣 好 太棒了 我們再給愛多美的鍋子 對 一個熱烈的掌聲 好 湯鍋也可以炒菜 欸當然啊 因為好的鍋子的話 什麼東西都可以去做啊 對不對 一樣我建設鍋這裡 花雕雞是要用炒的 我以為要燉湯耶 欸沒有 我跟你講 這個呢 它整個花雕雞只要炒製好了以後呢 那個湯汁呢 還可以用 我們這邊呢 有一個 什麼麵 欸我看一下 馬鈴薯蔬菜拉麵 喔這個 不愧是主廚 那個湯汁呢 你把這個麵呢 直接煮好了 熟化以後呢 就直接用湯汁下來拌麵 好不好吃 喔耶 麵就好吃了嘛 我再趕快翻回去 一定會非常的加分 待會我要先吃 對好 再來呢花雕雞呢 準備在家準備 烘仔雞腿 也可以用做雞啦 但肉雞的肉質 它比較 軟嫩 爛爛的 喔比較沒有彈度 烘仔雞 你知道什麼東西嗎 就是 有點像土雞 但不是土雞的那種雞 欸欸欸欸 欸欸欸 真的有在做菜喔 是吧 不錯喔 唉唷 真的不賴 好 烘仔雞腿它比較大隻喔 比較大隻 等一下水分呢 我們要再把它擦乾一下 在這邊呢 我會採用 這是什麼 杏鮑菇 欸欸欸欸 要打個人 不錯給你獎勵給你獎勵 等一下給你吃一塊 所以我要可以吃一塊而已喔 欸 那麼多人都沒有吃到 你吃到一塊 你還在鹹 那就不要了 那我要吃一塊雞肉 好好好 來 來這個呢 來 這樣切下去 有沒有 杏鮑菇 再來呢 我會又改一個刀 是什麼呢 大家會等一下用滾刀的對不對 因為呢 那味道杏鮑菇比較燃入味 齁 我這邊呢 來各位看喔 鏡頭來給我 來直接呢 就這樣切 我這邊還會流汗欸等一下齁 來人啊 幫忙擦汗啊 我自己擦 我自己擦 我幫你 不要不要不要 因為大家這麼熱情 我問你 應該要拿我們的愛多美衛生紙喔 缺貨不好意思 也對 也對 好 然後等一下我先去一些 等一下 再來我切十字刀 再呢 再把它切一塊一塊 就像這樣子 那因為呢 這樣子呢 這個味道呢 再進去對 比較好入味齁 就像這樣子 切完了 一塊一塊 好 來呢 來吧 啊 來吧 我好害羞喔 這樣這麼帥的型男大主廚 讓我服務 怎麼樣 我們的衛生紙超棒 不是 你衛生紙超棒 我知道 問題我臉我已經紅了 好啦 來 切十字刀 在家裡面呢 這樣切會嗎 哇這個切法好特別喔 要先切成格鈴狀是不是 對 就像這樣子 十字刀 嗯 十字刀齁就這樣子 十字刀 這叫十字刀 然後切塊狀就好 對 還好你們都講說會 不然我真的說不然我 鍋子以菜器你們家煮好不好 好喔 還好剛剛妳太慢了 太慢了 因為妳剛剛做會了 真的 學會比較快 好來這邊呢就把背好齁 然後這邊呢還有用到什麼 蔥 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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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辣椒 現在做提味的動作 好這邊呢有什麼 這是什麼來聞一下 花雕酒 花雕酒 但是花雕酒 我都膽到我這邊來了 所以說呢 會比較會流汗 不好意思 再試一下 對齁 我這個丟掉了 唉唷 應該拿這個啦 你才知道他有多好用 因為他真的張力非常好 不容易破 所以呢 搶到一搶而空 現在還缺貨 真的齁 您真的非常特別 我們特別留給你 等一下 再給你一張新的不要客氣 等一下 我這樣子捨得用 這個先留下來 這麼珍貴的東西 我用這一張就夠了 真的 我幫你留著 我幫你留著 好 再來 我們這個呢 用來吸什麼 吸肉的整個水分 好不好 好的 那今天要做一隻 還是要做兩隻 兩隻好像有點多 那我們還是先做一隻好不好 好 因為公司選到的雞腿也很大一隻 對 很大隻 來 代表怎樣呢 我們公司呢 完全不吝啬的 跟大家做分享 是 好不好 沒錯 好 再來呢 這邊直接把這個 這個也可以吃啊 那個是什麼啊 那 那骨頭啊 那個骨頭啊 關節啊 再來 直接呢 改刀 改小一點喔 再來 就直接把它切成塊狀就好了 那今天呢 為了 快一點 我直接把它切小一點 然後呢 等著大家呢 可以分著吃 不是全部齁 不是大家 但是選人 要選什麼人上來吃 由你決定 這回換我當壞人喔 沒有啦 欸 我給你幸福呢 幸福 對啊 我炒菜給你吃啊 欸你也可以吃一塊 真的啦 我不騙你 但是呢 各位家人們可以嗎 你要問大家看要不要給你吃啊 真的喔 太棒了 感謝這位大哥 你看 他多有愛 一定是男士回答你的 對不對 真的 對啊你看 女士都癲癲癲 你知道嗎 癲不癲癲癲 給他吃 哎呦 女士都說要上台 讓你餵 真的喔 嗯 好 我把它切好 因為這西餐刀呢 我比較不會拿 我比較不會拿那個片刀 中餐刀 喔 對喔 中餐西餐是有分的 有這一塊真好 是不是 對啊 到現在還是好好的一張在這裡 對啊 可以反覆使用 不會 不會像這樣子 只一擦下來 整個試掉就爛掉耶 而且各位你看喔 真的耶 主廚臉上沒有屑屑 而且呢 他很溫柔 他很溫柔吧 對 你的手很溫柔 真的 真的 真的真的 吸汗你看 各位看 不要打啦 這有點髒 男人味嘛 我們兩個現在坐在幹嘛啊 坐 雞肉 好 這邊呢 有胡麻油 聞一下 對 胡麻油沒有錯 好 你幫我趕聞一下 看更熱了沒 因為剛剛我才開 我手不用過去 已經一直感受到它的熱度 熱度喔 對 但是記住啊 就是讓它多燒一下 因為呢 你熱鍋熱油多燒一下 它才不會怎樣 八鍋 才不會怎樣 八鍋 對 我跟你講 你不怕啦 我跟你講 它一定要很好洗的 好 好 我再敢聞一下 哇 很燙耶 不會啦 你有練過 當然 哥哥有練過的 我本來接叔叔也練過 練了大概 沒有幾年啦 不能透透年紀 好 直接呢 我們胡麻油 一定要先倒胡麻油進來 以它的香味 好不好 來直接呢 胡麻油進來 直接倒一下胡麻油 來 好 再來呢 直接再把 你看有沒有看到那個整個溫度上來了 有耶 好香喔 直接呢 把雞肉呢 把它放進來 放進來 放進來呢 就直接呢 用我們這高級的什麼 柚木鏟 對 直接進來炒 有沒有八鍋啊 沒有 對啊 一般呢 假如說你只要熱鍋熱油的話 就可以這樣炒了 香不香 好香喔 好香喔 你看我也會 當然啦 你這樣子看 真的像貴婦 不錯 很優雅 非常的香 真的喔 好簡單 而且各位 這是鏟子喔 很順手 那你就繼續鏟吧 要啦 還給你 我這樣賺點會比較輕鬆啊 我只是練習一下 謝謝 好 因為這邊呢 是什麼 我們卡士乳火比較小 但是卡士乳火那麼小 就可以在裡面插彩 插到冰冰球啊 你覺得它要導熱有多快 對不對 我那一天呢 我在家裡面呢 就是這樣燒一鍋水 但是呢 我已經住滿 大概八九分滿了喔 但是呢 我一樣火這樣開著 那一直冒 但是滿奇怪喔 它就不會冒到旁邊來 恩恩恩恩 我也有經驗 你有試過喔 有試過 對 就這麼好用 真的 再來呢 這雞肉炒到它有點恰恰 因為呢 你沒有炒到它有點 雞肉緊縮的話 那吃起來肉還是有點鬆散的 一定要把雞肉的水分把它炒掉 因為雞肉它本身我們人 或是怎麼做 都有水分嘛 對 對 有水分的話就是水分是腥味的 它是腥味的 記住 然後把它炒掉的話 它轉成香味出來 雞肉的香味出來了 要記住這一點喔 好不好各位 對 要炒到它轉成香味嗎 對 你要聞聞看那個香 已經聞到了 聞到還不夠香耶 對 可是淡淡的 為什麼 因為我做菜的話 你看我在店上在做菜 都一樣一樣一樣下 而且很龜毛的在下 你平常呢 假如說沒有聞到那個香 我覺得不會再下第二道的東西 為什麼呢 菜都是層層堆疊上來的 就好像我們產品一樣 每一樣都很好的樣子 就好像堆疊上來這樣子 好不好用 好用 好好 讚 讚 大家精神都很抖手 對 看到這麼好的菜 來 再呢直接呢 就把什麼 把杏鮑菇進來 再把它炒製一下 杏鮑菇呢 看著這個油的熱度呢 再把它炒香 再把它炒香 來 哇 這樣會香味嗎 對啦 我也會要啊 這樣炒一炒不簡單 再來呢 先下什麼東西 接下來呢 對 來 接下來 對 妳說起很簡單的啊 你已經拿這個出來 不是 燒心酒 蛤 沒有 花雕酒 不是 因為呢 花雕酒只是提它香味 下一燒對不對 對 但是呢 因為爆香的話 一定要先也要先爆香 現在已經炒香了 香了 但是呢 現在才放什麼 來 蔥 沖進來 大量的沖進來 還有薑 也給它放進來 現在要爆香 對 這蠻重要的齁 來 直接再 妳不喜歡吃辣 對 各位有沒有辣 那麼都沒有吃 辣齁 我就給它下 要吃辣嗎 要就全下喔 嚇完啦 嚇完啦 妳再還尾來不及了啦 直接 就進來 這樣炒不會很辣嗎 對 爆香 不會啦 不會啦 因為它只是帶顏色 但是呢 是 因為辣椒它也有季節性 有時候辣椒呢 妳會發現到它 越漂亮 越不辣 對 對 這故事告訴我 妳就是這樣越漂亮 妳就不辣 我一點都不辣 這叫我怎麼接啊 你不是說 越漂亮越不辣 越漂亮的辣椒呢 它越便宜 沒有關係 請慢用 我也來一張 太傷心了 不要哭了對不對 好啦 所以貴的辣椒 是很醜的嗎 越醜的時候呢 越辣 越辣 越不便宜 是越辣 不辣就不美 本辣了就不美 真的齁 對 沒關係 文綺就一直講說妳不美 好不好 我不美 就很辣 又變很辣 好 再來就是 我們講真的 就是把那個 整個 蔥啦 薑啦 辣椒的香味 再直接再把它炒出來 好不好 層層堆叠把它炒出來 原來要這樣一層一層的 堆疊上去 對 堆疊上來 妳不要一下在家裡面 全部一起放 我告訴妳喔 我一直都是先把辣椒啊 薑片啊下去爆炒 所以呢 為什麼 顏色就沒辦法那麼美 對啊 我要是把它的香味炒出來 好 再來呢 現在才可以放什麼呢 花雕酒 進來了好不好 好 花雕酒呢 也有這麼多對不對 其實再倒進來 好 一點點的倒嗎 好 就這樣子 沒有啦 我是比較優雅一點的倒 你可以全部一起倒 但是呢 不要全部倒進來 因為這邊呢 等一下還有留一點呢 我們起鍋的時候呢 好香喔 要提它的香味 好不好 現在就已經很香了 很香喔 很香喔 哇 真的 而且顏色好美喔 好 再來呢還有醬油 醬油也進來 因為這醬油剛剛有事 它不大會鹹 不然妳試試看 真的 我就 記住啊 媽媽在家裡面 還是炒菜人在家裡面 去買醬油的時候呢 回來試試看 它的鹹度 因為每一家的廠牌的鹹度都不一樣 你必須要去先嘗看它的鹹度 有多鹹才可以下 喔 不相信妳試試看 那我怎麼試啊 用筷子啊 用筷子啊 用手指喔 用筷子要優雅一點喔 對對對 妳剛剛都已經強調要優雅了 對 優雅一點 對 優雅一點 這樣還優雅 不大會鹹對不對 嗯 鹹但是不是西鹹 欸 對 但這個不是妳家的吧 是嗎 哈哈哈哈 愛多美又出醬油 對 醬油真的喔 對 唉 我 我來這邊我就對了 需要什麼東西都有 是不是 又來愛多美買就好了 這樣呢 醬油是不是有鹹 我們需要來把它鹹度降低 需要什麼 糖 不錯喔 需要糖進來 糖進來 這樣一點 再來胡椒粉呢 再給它進來一點進來 來胡椒粉 好 那很多人會想說 切奶 那一鍋 你看我這樣炒 喔 有這什麼 鐵的 湯匙 有沒有 一般的有時候鍋子呢 它有時候像一些 比較 別的鍋子啦 就有時候會打鍋對不對 有塗層的那種 但是我們這個大人就在鹹 有沒有 對啊 不會 不會 因為我以前不知道 那個菜頭粿 吐來吐去 是喔 吐來吐去 吐來吐去 吐到一鍋一鍋 一鍋一鍋 但是 那個是別的鍋 316鍋 我吐過 沒有受傷耶 你吐過沒有受傷 我是說 拿這種金屬鏟子 了解 了解 好 來 放一點水進來 讓它吸化一下 好 大家 其實呢大家做菜呢 就是盡量放輕鬆 那菜做得出來 菜品 才會更好更好吃 就像這樣子 欸 孝敬您 我跟你講 辛苦了 我們在家裡做菜 真的要檢討了 一定要旁邊有一個人 這樣子來服務才對 我跟你講 太太漂亮太太 在家裡做菜的話 先生一定要站在旁邊 好不好 要幹嘛 拿這個衛生紙在旁邊伺候 所以 各位太太們 請記得 拿這個衛生紙來伺候 就不用自己煮了 大家互相 夫妻就要互相 互相體諒 互相想到她的辛苦面 互相想到 太太在家裡等著你回來 準備好吃的東西 好不好 好 先生呢 在外面打拼 像我都是 欸 拍手要拍大力一點 不是那麼小聲啦 謝謝謝謝 喔 這樣我不太做菜 比較有肉精神 喔 對 那他也在家裡面 做菜呢 做很辛苦 在家裡 在寬萊店也很辛苦 但先生在外面 在帕拼廚家 也很辛苦 對不對 大家都體諒一下 是 對不對好不好 好 我學會遞衛生紙了 沒有 還沒有流汗 等一下再遞 好 那我現在呢 就拿一個 我試試看那個味道 好不好 優雅一點 好帥氣喔 好香喔 好香喔 不是我的芋頭和豬 很香耶 妳沒吃對不對 妳要吃嗎 不會 不會啊 我要整塊 現在還沒整塊還沒好啦 因為呢 還不能吃喔 要燒入味 但是呢 我現在喝一下湯啦 好不好 只喝湯而已 我沒要台湯而已啦 你自己 湯匯一場 妳煮一塊來 妳煮個來 怎麼這樣啊 又咬一點嗎 真的嗎 我幫大家試了啊 好來來來 啊 天啊 拉麵 拉麵沒有先煮熟在旁邊 太美味了 很美喔 很美喔 用去要嘴嗎 差不多了 我們把芹菜 把它放進來 芹菜呢 也是提它的香味 哦 芹菜 嗯 在家裡呢 也可以怎樣呢 你可以把它的汁呢 盡量燒乾一點 嗯 燒乾一點也可以 是 讓它整個味道全部進來 那假如說妳要流湯汁 像這樣子的話 也可以怎樣 就這樣 我剛剛所講的 就把這個湯汁 妳吃完雞肉 吃完這個杏鮑菇以後呢 就湯汁流下來怎樣呢 麵煮一煮 下去乾拌麵 這樣子妳覺得好不好吃 好吃 直接講 直接愛多美的東西呢 我跟你講都超好的 真的不是蓋的嗎 對 難怪有這麼多人 這麼多貴賓都坐在這邊 大家怎樣 想用這個好東西 分享給各位 身邊各位的朋友 這是最大的利益的 好不好 好的 顧客的成功就是 愛多美的精神 對啊 管她 她在想什麼 反正我的東西就說 欸獻給妳 相信他們都可以怎樣 感受得到的 是 好不好 好 現在可以 現在呢已經差不多了喔 差不多了喔 好 那這樣來盛盤 盛盤我一樣用這個 來盤子 來盛出來 欸這個妳喝的嘛 這個妳要拿回去 抱起來 不然待會不好意思 有人會吃到口水 好那現在把它關起來了齁 直接呢盛盤出來 我告訴妳 那多香妳知道齁 妳不要再說啊 下一個人都會等啦 因為剛剛我覺得那個香味已經夠了齁 所以說呢 我花雕酒呢 才沒有再繼續放下去 假如說呢 妳要起鍋的時候 可以再滴一點花雕酒進來 就像這樣子 妳們覺得好不好 太棒了 掌聲再熱烈一點 掌聲再熱烈一點 謝謝謝謝 來 借我過一下美女 來 來 這個很燙啊 小心因為這個都是白鐵齁 欸 不好意思 我跟妳講 換妳的鍋子來 為什麼呢 因為妳們已經燒乾了 我們竟然都不曉得 但是呢 像這樣子最好示範的 有沒有看到 主持 會壞掉 我們墾丁的夥伴也在看耶 妳剛剛都沒有給我顧 我就一直顧這邊嗎 哎呀 妳顧這裡沒有顧那邊 妳又沒有說要顧那邊 但沒有關係 我跟妳講 怎麼辦 這很好 沒有怎麼辦啊 我跟你講水哪來 水 水在這裡啦 水救火啊 救火啊 要救火嗎 不然 不然會啊 我跟妳講 很多鍋子呢就怕怎樣 妳要看到啊 我跟妳講 來來來我們看一下 哇 倒油出來啊 對對對 我跟妳講 我現在這樣最好示範的 為什麼 再把它燒開 再來呢 我們看一下底部 有沒有 這樣好不好 請起來 剛剛完全焦黑 對 整個夾鍋 有沒有 來我們鏡頭來 這邊有看到嗎 好啦我開開啦 這樣啦 這樣啦 大家可以看鏡頭看畫面 剛剛是不是很黑 對不對 在這裡 有沒有還很黑 我只是輕輕的這樣子刮一刮 那有沒有燒破掉 沒有 沒有對不對 妳要看看 好啦 就算這樣子啦 來 給我一塊 好了 來 再一塊 再來一塊 好了 來 來我插給各位看 我看那些 哇 哇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這個就是我們最好的品質啊 好不好 絕對 優良品質在這裡 對啊 這鍋就拿下來洗 我們請 來人啊 來 還有一個鍋子來 幫忙 請一下 一個鍋子再洗 是 因為很多錯誤造成我們最好的整個效果出來 這真的是始料未及的 真的沒有做特效 對 剛剛完全忽略它的存在 一直燒一直燒 對 就像我剛才說 我燒八九點鐘回來 也是這樣在那裡而已 還沒怎麼 剛剛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真的沒事欸 都沒有發現到 對不對 那有沒有破掉 沒有 我跟你講 這在家裡 假如說 你在睡覺的時候 家裡 招小拖了 怎麼辦 怎麼當武器 鍋子當武器 我跟你講 K下去它人已經破掉 鍋蓋還可以當盾牌 欸 對啊 堅固耐用 也對 也對 就像這樣子 對 然後還有最新的這個禮物 最近訂的人限量供應 這個鍋鏟 真的 怎麼用這麼好的鍋鏟啊 就是啊 如果我回去不敢用啊 但是還是要用 對啊 真的 這真的是外面買很貴的欸 很貴的喔 這個 再買一支鍋子嘛 蛤 在哪裡 再買一支鍋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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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低頭一支 再買 有齁 有齁 好 好 你跟他講 有有 有喔 那我們給他一個熱烈的掌聲 謝謝 謝謝 好啦 這個鍋鏟呢 也非常好用 講真的 而且他拿到手感 因為我們 大部分我們在做菜的人呢 都會整個 去注意他整個手感 手感非常好 真的聽說喔 他連包裝都很精美 真的啊 好奇的朋友們 各位家人們 真的不能少 這麼棒的鍋 有沒有放在上面 目前這邊沒有 可以上網 沒有喔 訂了就知道啊 喔 訂 對 訂了就知道 對啊 希望大家人所一致帶回家 真的 我也好想要喔 真的喔 你看他的造型 弧度多好 真的 那曲線你看多美 很美 對 好 那這邊呢 來我們講一下 我們等一下呢 要做什麼 先刻豆腐根 好不好 欸上來了喔 這麼快 我才要多聊一下而已 因為他們已經聽到我的心聲了 真的喔 其實不是我害羞 我很捨不得 因為大家很想再吃下一道 好 現在豆腐根呢 準備什麼材料 來 板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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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盒裝豆腐是不一樣的 還有什麼豆腐 嗯 蛋豆腐 欸對 還有呢 芙蓉豆腐 欸對 芙蓉豆腐就是蛋豆腐對不對 真的 芙蓉豆腐跟蛋豆腐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喔 因為芙蓉豆腐它還有用柴魚下去 下去煙 柴魚 所以味道不一樣 對 那板豆腐呢 它很適合怎樣呢 現在做紅燒 紅燒的 對 好 好 再來呢這邊呢就放一點油進來 現在已經熱了嘛 等一下 有水 這樣不太簡單 妳要用那個嗎 用那個就好 用這個齁 這個要留著幫妳擦汗用的 會比較珍貴啦齁 我跟你講齁 我剛才本來是要示範一個東西給妳看 為什麼呢 因為呢這樣倒進來有水對不對 對 好 不用怕直接倒進來 這個當武器 盾牌 就這樣倒進來 有水的話我們就不用擔心 就直接的蓋上 啊不就得了 唉唷 早講嘛 我剛剛還一直往後退 好 不用往後退 就這樣子 更優雅好不好 好 在這邊呢直接油有點倒進來 為什麼呢 我一般呢 你們在家裡做多五根的話 可能直接水進來對不對 對 拿食材再進來對不對 我跟你講 這樣子也可以啦 但是沒有我現在做的那麼香 嗯 我現在先爆香 爆香什麼呢 有沒有去台北深坑 吃過豆腐根 有沒有 有 它特別的香對不對 是不是感覺它在喝起來 完全不一樣對不對 對 我今天就教你們做深坑豆腐 好不好 豆腐根喔 好 但是呢這個不是深坑的啦 不是啦沒關係的啦 我相信你可以把它變成深坑的 我們先把什麼呢 蒜頭 蒜頭 先進來爆香 直接加進來 進來爆香 來我們直接用這個 這個鏟子下一炒就好了 你看我這樣開這樣開 那鏡面多漂亮啊你看 還跟新的一樣呢 對啊 好那直接呢 聞到它的香味沒有 嗯爆香了 爆香了 但是呢還不夠香 對因為還不夠 要再香一點點 金黃色那種感覺 好不好 那一樣一樣慢慢炒 那炒以後呢再來 再加 蔥進來 蔥段 蔥段 還有辣椒提味道 辣椒只有幾根而已 因為這個喝它 一點點就可以了 不能太多 這邊把香味把它爆炒出來 這樣看不懂可以發問 好不好 有問題可以現在問 可以問喔 好再來呢 香菇 香菇 現在聞到蔥的香味的時候呢 香菇就進來了 嗯 還有呢 紅蘿蔔絲 紅蘿蔔絲 紅蘿蔔絲也進來 直接下去炒 把紅蘿蔔的甜味把它炒出來 香菇的香味把它炒出來 來 喔 其實呢你剛剛我這一鍋呢 也是做什麼 雞肉的嘛 是不是 花雕雞 花雕雞嘛 對啊你看 也可以做湯啊 為什麼只有那一鍋可以做湯 是齁 對啊 你講不到嗎 這湯鍋啊 對啊 要是鍋子啊對不對 但是湯鍋也可以 也可以炒菜 對可以炒菜 那比較要燉雞的話 這個應該可以下 喔 對 好 所以香味把它炒出來 再來呢 你炒一下來 讓你展現一下 齁 好 那這邊呢我就是 在切筍 筍絲齁 我覺得這樣好像快要可以吃了耶 還沒啦 我炒這個就好香喔 你在家裡就這麼緊張 那個紅蘿蔔你要看它 聞它有沒有甜味 沒有對不對 甜味用聞的 還有鹽的 甜味可以用聞啊 甜味當然可以用 紅蘿蔔的甜啊 你炒一炒 你不信的話 你再給它聞一下 真的嗎 我現在聞到是香菇的味道耶 現在聞到香菇的爆香味 然後胡蘿蔔的甜味根本聞不到 你等一下會聞得到 等我這邊切完 你就聞得到了 好不好 好 那大家不要看它就看我 我在切呢 就是這樣這樣切 帥帥的切有沒有 你在家裡不要像我這樣切 有時候呢 這樣切好帥喔 可是待會我的手就完了 蛤 對啊 就是說你們在家裡面呢 就直直的切 慢慢的切就好了 好 大家趕快學喔 對啊 這外面教學很貴的 還好啦 還好啦 只有這樣我們的成功學院 免費 然後呢 把它切絲 對把它切絲齁 但是在家裡假如說 沒有那個損失的話 你可以買那個現成 回來先用開水把它煮 煮它色味把它煮出 煮掉 好再直接呢進來 喔 繼續把它攪拌嗎 再攪拌 對也沒有錯沒有 繼續繼續 在這邊還有木耳絲 木耳絲 你進來 OK 來 好繼續炒齁 我先回家 蛤 不是還沒好 還沒好還沒好啦 來 在這邊呢 這是什麼 水嗎 這水 對 我需要一個碗 因為呢 這邊我要做什麼呢 來 這邊有蚵啊對不對 蚵啊 真的 好大氣喔 都買那麼多 可惜我煮不了那麼多 我煮一半就好了好不好 好 煮一半齁 那蚵仔呢 拿過來 我把它瀝乾一下齁 來瀝乾 還要繼續炒喔 蛤 繼續炒繼續炒 我沒有講停 你就不要停喔 誰要來炒炒看 有誰要來炒炒看嗎 試試看他的威力 怎麼炒都不會刮傷 有人要嗎 來來來 這位夥伴 快點叫我自己來 快點叫我自己來 好 快點不然買符啊 好 再來呢 我們現在 先刻立竿了對不對 對 在盤子上面把它鋪一層 地瓜粉 地瓜粉呢 不會 妳放心 我很怕它焦掉啊 不會啦 有我在妳怕什麼 我很怕呀 不用怕 真的啦 不用怕啦 太好了 我們掌聲鼓勵 真的嗎 給它鼓勵鼓勵 鼓勵鼓勵 好 真的 妳大了 掌聲鼓勵 比較大了咧 感覺怎麼樣 會不會受傷 不會受傷 不會受傷 因為我在家也是這樣炒 對齁 來聞看它香味 有沒有聞到紅蘿蔔香味了 有了對不對 有有 好 有聞到了以後呢 再來呢 我們再把水把它加進來 來 這各種甜味呢 已經怎樣呢 把它炒出來了 一定要這樣子 湯頭才會香 你沒有這樣子炒的話 那湯頭呢 它是完全只有這白水煮食物而已 香味完全沒有上來 會記得 在家裡煮湯的味道 炒菜什麼味道 一定要先爆香點先出來 好不好 哇 這感覺又是另外一道料理 對啊 就已經是完成了湯 好 我們謝謝這位夥伴 謝謝你 我們給大家掌聲鼓勵 等一下 我們 你也不要這樣子 等一下 我煮好了之後呢 優先嗎 好不好 好 哇 所以大家真的 機會掌握在自己手裡 謝謝 你看這樣多好 多熱起來 再來我們就等它滾 是 等它滾 好不好 那這邊還有兩顆蛋呢 我先把它打 打一打 來 打在裡面 那等一下呢 我們要做蛋花用的 蛋花 你也可以怎樣呢 其實在家裡 你也可以怎樣呢 在炒製的時候呢 也可以把蛋先放下去炒 炒一炒再加湯 那味道也蠻不錯喔 但蛋不是已經炒熟了嗎 炒熟就是它的整個蛋的香味 最主要是那個整個蛋的香味 好 那現在在雞拉鍋一下 我現在呢 要先放豆腐進來 嗯 豆腐呢不用切 直接用手下去掰一掰 掰一掰呢 它整個毛細孔是不是更大更粗 對不對 它沒有平面嘛對不對 直接呢 就把它放進來 那手一定要洗乾淨喔 我有戴手套啦 可是你剛剛摸了好多東西喔 哈哈哈哈 沒關係啊 郭主廚 大家都說脆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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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脆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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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 然後辣椒醬調好的下去沾著吃就非常好吃 那叫崩山豆腐 崩山豆腐 崩山豆腐 掌聲鼓勵 你也知道我是台灣國語嘛 對不對 沒關係啦 我說老闆也會通 是不是最可愛的就是台灣國語嘛 是啊 最親切的對不對 對啊 你看 好 大家把鍋蓋上 鍋蓋上 讓它煮一下 讓它沸騰一下 因為小瓦斯煮真的很慢 在家裡就不可能這麼慢了 大概煮多久呢 這個大概 我估計大概是兩三分鐘就開了 開了之後我們再三分鐘就可以再下料就很快了 剩下的料再加下去嗎 對啊 我們還沒加調味料 對耶 還好多調味料 還沒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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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加呢 我們現在就直接來 我們在這有糖 糖 然後呢 有米酒 米酒 鹽巴 鹽巴 還有呢 這個應該是 對 答對了 給我一個掌聲鼓勵一下吧 真的有做菜 真的有做菜 好 講講開了 開了 我們再加調味料 這時候就可以加調味料 還好 他有開了 不然我要抓老硬了 對 好 我們裡面一定要加一點糖嘛 鹽巴 鹽巴進來 鹽巴 鹽巴 再來呢 糖我們加一點進來 因為沒有放人工位數對不對 對 今天呢 我們加加 鹽巴進來 鹽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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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泰白粉嗎 沒關係 我用地瓜粉就好了 地瓜粉 對 那現在直接進來了 調好味 好像我都不用試齁 我幹嘛試 你幹嘛試 對 我們有很多的夥伴想要試 對齁 但是還沒好 我把它煮好再試 好不好 那現在就是把什麼呢 把這個先刻一個一個 把它抓下去 直接下一組就好了 那先刻呢經過這樣裹粉以後呢 它就不大會不會老 怎麼煮就不會老 嫩嫩的那種感覺有沒有 覺得到了嗎 這個秘訣很重要喔 對啊 它才不會縮水去對不對 沒有錯 變得透明的 因為我煮到縮水過 所以原來還有這個秘密的一招 對 這樣子進去的話 那個整個 蚵仔齁 很快就鎖的 你就是怎樣呢 到最後再放 是 對 蚵仔要最後放 對 蚵仔一定要最後放 對 蚵仔一定要最後放 不要太早放喔 好 那再來呢 直接呢讓它煮開一下 哇 真是色香味俱全 對 好了來 再來呢 無醋最後才進來齁 無醋呢 大家假如說要加多一點 可以再多一點齁 再來直接的香油進來 香油進來以後呢 再把我這個蛋液呢 再加進來 待蛋液加進來的時候呢 你不要馬上去 怎樣呢 動它 對 會變成比較稀釋那種感覺 我讓它成一片一片 所以不能把它拉開 現在 現在不要拉 因為呢 我要讓它成一片一片 你看 現在已經熟化了對不對 對 好 那現在呢 現在才下去 稍微推一下 那個整個蛋會更漂亮 會更漂亮 有沒有 有沒有 整個蛋花就更漂亮了 注意啊 這一點一定要注意 你不要蛋 倒下去 馬上就下去拉 那變成什麼呢 蛋花 沒有那麼漂亮 蛋花 但是我們現在要讓它展現一片一片 有沒有 原來有 有沒有聞到味道 好香喔 好香喔 香菜直接 香菜 有沒有沒吃香菜的 沒有嘛 放了啦 好阿沙利喔 好好好 好 那現在這一道菜呢 就好了喔 哇 謝謝大家 熱烈掌聲 那麼非常感恩我們的鍋主廚 還有人要試菜喔 對 剛剛那一位 對耶 最後的機會 剛剛那一位呢 滾了耶 要關了嗎 要關了 關了 關了 可以關了 你不關也可以啊 就繼續讓它滾嗎 不行啦 讓它等一下燒焦了怎麼辦 我想替夥伴請教一下鍋主廚 像我們這樣這麼棒的鍋 平常你都怎麼保養它 喔 怎麼保養 很簡單 我們煮完菜以後呢 不管它是拔鍋還是不拔鍋 把它清洗完了之後呢 就是趁著把它清洗嘛 然後呢 剛剛你們有沒有看到 我趁著把它用水拔 它沖下去 但是它已經等一下呢 那整個超微大那個已經掉了 對 所以證明它你在用 趁稍微熱熱把它抓起鍋以後呢 把它擦乾淨 就這樣子完成了 哇 真的非常簡單 過不過簡單 過簡單齁 好 因為還跟墾丁的夥伴一起連線齁 那在這邊呢 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再次 謝謝郭主義新男大主廚 謝謝 謝謝 然後呢 謝謝大家 謝謝 很高興跟大家這樣子聚在一起講 真的 謝謝你們 謝謝 也謝謝你 非常謝謝你 謝謝 謝謝 掰掰 掰掰 謝謝 用最熱心掌聲歡迎送我們的郭主廚